微博对阵架第一局上半场有名阵这里发财哥首发上场拿破仑 没什么太多的那个悬念吧 因为这套这种真的打不了雕刻家 这套这种打雕刻家对吧 真的你就太难受了 就会被摁着就被穷者摁着打 对吧 就是三个人或者四个人连起来 只有你一个人 你就感觉有利使不出的那种感觉 除非当然你神仙雕像 那另外一回事情了 但神仙雕像的可能性毕竟不高 来分享这套阵容 其实打破轮也能打 而且这套阵容打破轮还挺舒服的 因为他打破轮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破轮你带金身或者带闪现 你都难受 带闪现你闪现交了 这前锋过来搞你 你带个金身前期追不到人 其实也挺难受的 我们看一下这把 这把的话我是更好看好穷者的 我更看好穷者 这里这个点位 这个点位很难绕 这个点蓝色 来一下有了 直接切形态 这波切形态很必要 夹子一夹 好的漂亮 发财哥第一波节奏追的非常好 这个节奏 这个节奏应该是第一波追击的一个最好节奏的 然后这边起一个那个 那个尖刺 然后滚上以后一个悲观带走 这个节奏好啊 这个节奏闪现都还有那个 15秒 虫子还给你打掉了 非常nice 这波舒服了 这波舒服了 一个非常帅的一个夹子 夹到以后起了一波大节奏 这波大节奏 穷者有点难顶 有点顶不住的感觉 这个局 破轮 大家可以看到 大老师给了50%以上的一个四抓率 确实 他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呢 祭司的话 这边可以打洞过来救一波 我们看一下祭司的位置在哪里 祭司过来 阿多过来救 对 这边只能祭司来救 打一刀 把洞给打了 这边救 救完以后打针对 鸟没给上 鸟没给上 前锋得保一手 这边前锋得保一手 但是破轮这边是可以开一个加速 去滚一下这个前锋 我觉得这边是可以去滚一下这个前锋的 看一下 这边前锋刺拔掉 然后昆虫学者顶着薄命拉到 有这个点有点远 前锋距离上面来讲 可能只能撞救了 不撞救 那我觉得 不撞救他也得救 这个局 不撞救呢 现在就破轮有时间出来处理你了 然后再切一波形态 来慢慢来给你打 我觉得当时撞救可能会更好一点 不过不撞就有一个什么好处 如果说真的比较好的救下来 前锋一波撞 但这边有个夹 绕过去 鸟底上 拖 打针对 一刀 没扛住 没扛住挂飞 外面的机子差的非常多 应该是一个破轮都不仅仅是保平了 应该是一个真胜局 而且真胜的面非常高 前锋这边想要来硬保 但是这根刺扎上以后 应该是不可能再过来了 再过来的话 因为手里有闪现的 这里手里是有闪现的 你敢过来 这闪现的带你走 节奏不断挂前锋了呀 只能选择放弃 放弃以后三个人去盘一个什么呢 盘平呢 需要这边发财哥给一些机会的 我觉得盘一个保一 盘一个保一 不要被打一个四抓 因为这个开局确实对于破轮来讲 节奏太好了 这边是尖刺滚 前方这边要躲一个细穴 要躲一个细穴 拉球要躲一个细穴的 这下能不能滚上 没滚上 可以啊 堂哥这边尽可能的拖 加速 哎 堂哥 一个小戳 切形态 那一个悲观带走了 节奏 还是让破轮续上了 这里的话 祭司这边应该是卡着救人 找机会卡着救一波人 然后先知尽可能的修啊 先知尽可能的修 这个局 祭司甚至可以不救 破轮这边的话 他想要追四抓 他最好是过去 对往先知这边的方向去打 找先知是最好的 找先知是最好的 因为这边先知的话呢 有个什么问题 就是他细穴CD好了以后滚一下 细穴 然后有闪现 一刀带走 然后压住遗产级 那这个局就真没了 如果说这边处理的祭司呢 万一穷者这边打得好 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可操作空间 细穴打断 救人 这边 夹子 能捞下来吗 能卡半捞下来吗 过半 过半 吃一刀救下来 但是已经过半了 过半 开轮形态滚前锋吧 宝瓶真胜 想交闪 骗一手 闪现一刀 帅 这个球队友还用不了 堂哥这边也是 没有选择就是比较稳的拉球 他想要去搏一搏 没搏到 没搏到剩余的鸡 怎么来看一下 这边回忆修掉一台 还差最后一台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四台鸡 全是先知一个人修的 想把这个大洞先给处理了 还有机会能跑一个 跑两个是不太可能的 跑一个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这边切插眼了 机子的话至少要修两台 甚至有的时候要修三台才可以 一个插眼破轮 然后这边的三台机子 其实离得不是特别远 有可能能够修的 有可能能修 但是需要这边多修一台 需要多修一台 先知祭司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 阿东这边祭司修的是离 回忆这边远的这台 不能修中间的一台 但现在对于先知来讲 身上两根刺 祭司这边也走不了 有细穴的 八秒钟以后细穴都好了 这边把你的洞给滚了 让你没有洞去躲我的悲观 好这边还留下了一个细穴的CD 插一个眼 四抓了 可以 刚还在跟大家讲 第一局的破轮 我见过赢的真的不多 发财哥今天对吧 势如破竹 他主要第一个点那边抓那个 昆虫学者抓的太好了 这个昆虫学者抓的真太妙了 开车背关 抱下来 两秒钟背关 抱抱抱 真好 这把破轮打得真好 非常好 开局节奏好 中期的话打得够果断 每一波都是针对昆虫打的 然后后期这边稳住全场 那这里对于微博来讲压力就很大了 想要去 因为微博对微博来讲今天这场是不能输的 输了他们就告别季后赛了 赢了的话还有机会 但上来被打一个四抓就要看低宝这边能不能也滚一个四杀回来了 破轮的四刷第一局他需要有一个这么好的开局才行 诶 这边唏嘱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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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情况呀 这这这这边没滚到 没滚到 这得去管先知啊 得去找先知 再拉扯再拉扯 先知是一爆没 理论上面来讲是不太可能跑掉一个的 看见了 祭司要不要拉一个大洞给这个先知啊 拉一个大洞 我觉得是最后的一个机会点了 对拉大洞了 拉大洞两个人连 连五安 摸起来再说嘛 摸起来再说 这里的话一个回升回马枪过来 你祭司能走你先知走不了呀 谈不到谈不到 机子不够 你这机子如果说是一个90%的机子 可能还有一些些希望 但你这50%的机子嘛 这发财哥也对 因为这个点位的话 这个窗口破轮基本上是滚不到人的 这个点位的话破轮是基本上滚不到人的 慢慢的爆一点一点爆 我也不急 我一点一点的来打 对吧 先知自己交了 我这边祭祷先知 然后最后找到你这个祭司 先知这边压脚步 现在是一种无尽的煎熬 就是理论上面来讲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 但是呢本着电子禁忌对吧 不到最后不放弃的精神还需要坚持 吸血 爆了 这刀打 好可以 结束了 开键足迹 先知还吸出了一只鸟 没办法 这个局前期节奏太好了 再滚一下 球稳一点 知道你也牵扯这么久了 对吧 我再滚一下 哎 你顶点也没有用 非常好的一把四抓啊 真的很难得了 好久没看到破轮第一局上来能四抓的 发财哥今天的发挥真的非常的好